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来自英国的报导指出 中国对英国国防部的网络攻击 应该成为英国政府对于与北京的经济战争 警醒了一个信号 中国通过经济、网络影响力和收购战争 试图获取和控制英国的财富和创新能力 而英国对这些挑衅的回应迟缓 使得中国更加嚣张 且祝我们转到马来西亚 这个世界第二大棕驴油生产国阵计划 通过以向名为红毛猩猩外交的计划 展示其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承诺 这项计划灵感来自于中国的熊猫外交 一再通过分享这些珍稀动物 来改善与棕驴油购买国家的关系 最后我们看到阿根廷正在成为 拉丁美洲的德克萨斯 得益于其页岩油气田的开发 这个国家从依赖昂贵的能源进口到 成为净碳清化核污出口国的转变 为其带来了新的希望 阿根廷的预言有产量 在过去三年已经翻了四倍 超出了预期 并且预计将会持续增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 各国之间的互动预发复杂 且充满挑战 从经济战争到环保议题 再到技术故障所引发的混乱 每个事件都在为我们描绘着 当代世界的多面相 以下是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子 他们不仅展示了当前全球形势的复杂性 也提醒我们需要更加警觉和积极应对 电讯报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 中国对西方特别是英国发动了一场经济战 文章指出 中国对英国国防部的网络攻击 应该成为英国政府的警钟 意识到与北京之间正在进行的经济战争 作者认为中国正在通过经济网络影响力 以及收购等手段 试图获取并控制英国的财富和创新能力 英国对这些挑衅的反应辞缓 只会让中国更加胆大妄为 作者呼吁英国政府必须正视现实 对中国的侵略行为采取更强硬的回应 与此同时 独立报报道了一起引发机场混乱的技术故障事件 英国边境部队的电子通道 在一个晚上4小时内因YT故障而离线 导致英国各大机场出现场队伍 这个自动检查护照的电子通道系统 在晚上7点44分失败 内政部表示 在6分钟内启动了大规模的应急响应 包括手动检查护照 虽然电子通道系统在午夜后不久恢复 但积压的人群花了一段时间才得以清理 内政部尚未透露IT故障的人丁 在环保领域 马来西亚计划通过一项名为星星外交的计划 上购买其棕榴油的国家展示其对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惨弱 曼岛电视台报道称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继印度尼西亚之后第二大的棕榴油生产国 该行业导致了森林砍伐 破坏了星星和其他病危物种的栖息地 这些物种生活在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 马来西亚种子业和商品部表示 该计划的灵感来云中国的熊猫外交 预计中国印度和一些欧盟成员国将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 接收新兴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也反映出在全球化进程中 各国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 无论是通过经济战技术革新还是环保倡议 每个国家都在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努力 然而这些努力也提醒我们面对挑战时 合作与理解比对抗和误解更为重要 只有通过共同努力 我们才能解决这个复杂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未来 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 跨国犯罪集团的活动日益引起各国政府和公众的关注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最近报导了一起震惊社会的案件 涉及到了一个名为Lawrence Bichnow的犯罪集团 根据调查人员的消息 三名被控谋杀西克教活动家 Hard P. St. Niger的男子被认为与这个集团有联系 这个来自印度庞泽普和哈里亚纳邦的犯罪集团 近年来已经扩张到北美 涉及毒品走失 敲诈勒索等多项犯罪活动 这些犯罪集团的暴力行为 不仅是现代商业和政治的必然产物 也根植于村落的荣誉和仇恨代码之中 Bichnow集团更是将其业务扩展到了加拿大 对当地富裕的南亚商人进行勒索 这些敲诈者常声称与执法机关有联系 并已经收取了数百万美元的款项 一些被勒索的个人收到了声称来自Bichnow的信件 虽然一些使用Bichnow名称的模仿者 可能与真正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无关 但其他人可能有实际联系 这个犯罪集团最近还涉及到了一桩 针对宝奶屋演员Simon Khan的驱车枪击事件 Bich Boom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并威胁要杀害康病部政府声称 加拿大允许有犯罪背景的帮派成员 凭借贾文件获得签证进入该国 在另一方面 根据电讯报的一篇报道 英国的情况也引人关注 但是在情感、健康方面 研究显示 三分之一的英国女性感到悲伤 情绪健康状况比科索沃和沙特阿拉伯还要糟糕 这项涉及143个国家近8万名女性的研究显示 英国女性的绝望水平上升 担忧、压力和愤怒都在增加 研究发现 英国女性的健康状况不仅低于大多数欧盟国家 而且在国际排名中也在下降 这趋势与许多其他国家 特别是欧盟国家近年来的积极进步 形成鲜明对比 在金融市场方面 《南华早报》报导了摩根斯丹利对投资者的警告 建立他们谨慎对待中国股市的追捧 因为市场可能已经过热 技术迹象表明涨势将会减弱 尽管中国经济已经稳定 但消费和房地产市场仍需时间恢复 这将对通货紧缩和企业盈利造成持续压力 摩根斯丹利的自以警告与其他投资银行 如瑞银和高盛 由于市场改革和最近政治局会议的轻增长调性 而对中国股市持正面探法形成对比 这些报导从不同角度展示了 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无论是跨国犯罪集团的扩张 社会情绪健康的下降 还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合作来解决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马来西亚的足球界 因为一系列针对顶级球员的攻击事件而高度警觉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这一系列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 莫过于约翰·达鲁·达兹姆俱乐部的中场球员 萨菲克·拉西姆遭遇的袭击 拉西姆在一次训练后 他的汽车挡风玻璃被两名袭击者用锤子砸碎 这只是最近一周内第三起 针对足球运动员的攻击事件 之前还发生了在吉隆坡外一名球员 遭受酸液攻击和另一名球员 在抢劫中受伤的事件 马来西亚足球协会因此建议知名球员考虑聘请保镖 以确保个人安全 与此同时 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依其与赌场有关的洗钱案件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据美联寿报道 前拉斯维加斯赌场高管斯科特 西贝拉应允许一名非法书籍商 在MGM Grand赌场赌博 并用现金偿还债务而面临法庭的审判 西贝拉承认违反了联邦凡洗钱规定 可能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 和25万美元的罚款 与此同时 因此同时 MGM Grand赌拉斯维加斯的 Cosmopolitan 以同意支付总计745万美元 以解决美国司法部 对这起洗钱案的调查 在另一边的新加坡 能源巨头壳牌公司 决定出售 其在普吉姆岛上 建立了60多年的猎油厂和石化资产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项资产将转手给 Chandra, Astri Capital 和Glenn Corporation Holdingset合资企业 和牌公司的这个决定 是其系以OWSRNV减少公司碳足迹 和专注于最有利可图的业务 所采取的战略的一部分 这项交易预计将在2024年底前完成 前提是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和牌在新加坡的资产 包括一个每天能处理 237零桶原油的炼油厂 和一个年产 100万公吨吨乙烯的工厂 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 实际上都与安全法律和环保等 全球性的关注点相连 无论是马来西亚足球界面临的个人安全威胁 还是拉斯维加斯赌场业的法律风险 或是壳牌公司在新加坡的环境责任 都反映了在现代社会中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都必须在各自的领域内采取措施 以应对这些日益复杂的挑战 在香港的一起悲剧性交通事故中 一位66岁的集装箱卡车司机 在撞向路障后从高架道路上坠落 不幸丧生 南华早报报导 这一事件发生时被监控视频捕捉到 显示卡车撞下护栏后翻车 一辆行驶在对面方向的出租车 为了避免撞上卡车 不幸的是 卡车司机多处受伤 并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并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这起事故导致交通大约中断了10个小时 对当地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同在香港一位加密货币投资者 遭到4名男子绑交到 其丈夫则被攻击并用电击枪伤害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导 警方正在追捕这4名疑犯 这起事件被认为 与一笔价值1500万港元 约190万美人的虚拟货币投资 有关的财务纠纷有关 该女性在被绑架大约一小时后被释放 发现时只有轻微伤势 而她的丈夫则因头部和四肢的伤势 接受治疗 这是香港32小时内发生的第二起绑架案 前起绑架案也是因为涉及 10万港元的财务纠纷 在国际新闻方面 《卫报》报导了乌克兰电网 在意见遭到袭击的消息 根据利维夫地区的州长 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利维夫地区的 一个天然气储存设施 这次导弹袭击引发了一处发电设施的大火 紧急服务部门正在努力控制火势 报导称此次攻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三座热电厂的设备受到了严重损坏 在另一则相关新闻中 两名乌克兰安全官员 因涉嫌参与一个针对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 泽伦斯基的俄罗斯刺杀阴谋而被拘留 乌克兰安全服务表示 这个阴谋计划通过导弹袭击击和无人机捕获 并杀害泽伦斯基以及刺杀军事情报局长等人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香港和乌克兰面临的不同挑战 也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紧张和冲突 无论是城市交通安全的关注 还是加密货币投资引发的绑架案 又或是国际间的军事攻击 这些事件都是提醒我们 无论在哪里安全和稳定 都是需要不断努力和警惕来维护的 在今日的股市动态中 亚洲股市呈现了一幅错综复杂的画面 根据美颜社的报道 这一现象是在美国股市经历了一天的平静之后出现的 东京的日经2.25指数下跌了1% 6%这一下跌部分是因为任天堂的股价暴跌了5.4% 原因是其盈利预测令人失望 同时索尼公司的股价也下跌了5% 这是由于市场猜测 索尼影视可能会与私募股权公司 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一起收购派拉蒙全球 与此同时香港的恒生指数下跌了0.7% 至18354.1点 上海中和指数下跌了0.6%至3129.65点 而澳大利亚的SPIA SX20名指数则小幅上升了0 1%至7804.5点 韩国的KASPI指数上升了0.4%至2745.05点 转向体育界《南华早报》报导了一个 关于香港铁人三项运动员吴泰龙 对于2024巴黎奥运会资格赛的看法 吴泰龙目前领先哈萨克斯坦的 帕兰白新北70分 他将在5月份参加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举行的三场比赛 以争夺最后一个亚洲资格名额 吴泰龙只有在这些比赛中 牺牲前三名才能提高自己的积分 而白新北则需要进入前六名来缩小与吴泰龙的差距 吴泰龙表示资格赛的压力使他保持专注 在电讯报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阿根廷如何迅速成为拉丁美洲的德克萨斯州 这得益于该国的页岩油气革命 使其从依赖昂贵的能源进口转变为进厅类出口国 估计拥有世界第二大页岩气储量和第四大页岩油储量的瓦卡木尔塔 Farcomuter页岩盆地终于开始兑现其承诺 过去三年中页岩油产量已经发了四倍 达到每天38万桶超出了预期 并且跟上了美国二叠级盆地的增长轨迹 预计这阵益增长将持续下去 到2028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量有望分别增加三倍和两倍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当前世界各地的动态 从亚洲股市的波动 到香港铁人三项运动员为奥运梦想而战的故事 再到阿根廷在能源领域的突破 每一个故事都在讲述着努力、变革和希望 无论是在金融市场的竞争 还是在体育、赛场的拼搏或是在能源革命的前沿 这些故事共同勾勒出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世界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xstar不一番,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